我今天特别请了三位嘉宾 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我访谈他们的 那第一位呢大家看到的呢 这个是Gary 对吧 这是我近期视频 就讲到Gary他有一个新建房屋 然后三个星期就卖掉了 我那天专门开车去参观了一下他这个房子 好第二个嘉宾呢就是Ian 那大家看这题目就看到了 为什么是我叫他翻修达人 因为他在四年的时间翻修了四十多个房屋 好第三位嘉宾呢Charles周华 他呢是温哥华的一个地产经纪 那在隆美地产做那边的总经理 好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问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啊他们三位都是学霸来的 我从这个Ian先开始好不好 因为Ian好像从这个这个学历上 好像是最高的一个学历 他是博士的一个学历啊 好Ian我问你一下这问题啊 你在学校里面最喜欢哪个学科 或者说你哪个学科最好 其实最喜欢的一班也是最好的 对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很喜欢那个物理吧 大学物理 大学物理 你最后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最后读的是环境工程 就做这个水处理什么的 好我下面呢问一下那个谁吧 问一下Charles Charles你在上学的时候 你最喜欢哪一门功课 上学的时候应该算是数学吧 因为感觉数学对我来说还算比较容易理解 OK反正你们三位都是学霸 都爱学习就对了 好那我问一下Gary Gary呢你是那个清华大学的那个也是学霸来的 对吧 好你在上学的时候哪一门功课你是最喜欢的 比较喜欢理科比较喜欢数理化 对我勾计你们三个人可能都差不多 那你们三个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人就说喜欢文的呢 不行从来没喜欢任何文的 好这样的那你们三个人差不多 我互动一下刚才不是问了他们在上学的时候 哪个学科最好吗 好你们三位我一个一个说啊 Charles你先来吧 Charles我想问你的问题是 你在学校里哪门功课是最差的 最差的啊 就是你写出三个 然后让大家猜是哪一个是正确答案 你自己type 然后大家猜一下 好了Charles他说英文历史和生物 大家猜一猜 英文历史生物 Rachel说是英文 Harvey说是历史 看来大家对我还是很有信息的 英文 英文 英文有两个说是英文 那差不多其实 对吧 都有 那你这样你给大家答案吧 其实我最差的是英文 因为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 是零基础 英文是我最差的 是后来才把英文补起来的 嗯 对你现在英文非常好 因为我听过你的那个用英文讲课 嗯 好 那我第二个嘉宾 我让Gary吧 Gary Gary说是政治化学和历史 这我都不知道 我也猜一下啊 政治化学历史 我觉得肯定是政治或者历史 不可能化学 因为他刚才说数理化还不错 有大家都说政治啊 那我也说政治吧 大家其他的历史 有几位说历史 OK Gary你给答案吧 嗯 其实是化学 那你给我们写一下你的三个 哪一个 哪一门功课是最差的 上学的时候 OK 印第一 水利学 第二 中国革命史 第三 线性代数 我觉得是革命史 哎 第二 第二 哎呀 我们全是第二 因为你刚才都跟我们说了 你的那个 那个学科嘛 然后数理化很好嘛 你的答案是什么呀 一门也不想学系 真的呀 是第二个 那个革命史 是我唯一 对 那门课考了62分 我记忆非常深刻 因为其他课没有考那么低分 我相信像你们那个理工科的 应该都是 应该都是文科可能不喜欢 都是这样的 大家能不能猜一猜 就是他们三位嘉宾 有谁就是去跳过伞 因为我觉得跳伞 哎呀 对我了 我不可以想 不能想象啊 就是 领域怕高嘛 Charles OK Harvey bet on Charles 王迪也是Charles Sun 也是Charles 哪位有跳伞的经历 OK Holy Holy 好 我们三个都是理工科 他 他说理工科 所以会跳伞 我觉得 大家都有理工科 是吗 OK 反正bet on Charles in呢 有三个 你们俩差不多 OK 那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Harvey 其实戴眼镜 Ian戴眼镜不会跳 啊 他说什么 我没看 哦 Ian戴眼镜 哈哈 我有眼睛眼镜的 有关吗 不是 跟戴眼镜有关吗 我这我还真不知道哎 应该还好啊 他应该会有那种 很大的护目镜 大家看看这是谁啊 看不清楚 这个是in OK 再下一个是谁啊 Charles 哎 这个Charles 我在看 你是在 你是下头这个人 还是上头那个人啊 下面啊 可是你看 看不出来 因为他那个 风很大 风很大 有点变了 那个风很大的 那个脸都被吹变形了 对对对 就说上头那个是 帮助你的 教练 是教练 教练 对 你刚开始去的时候 都要有教练带着你 你得你得跳多少次之后 上了什么课之后 才能让你再独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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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那那个 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开始呢 我为什么呢 我是看到Charles 他的有个视频 讲他跳伞的经历 哎 我就说哎呀 没想到你跳伞的一个经历 后来呢 我呢 就给in 发了一下这个照片 没想到in跟我讲 哎 我也有跳过 啊 我说是吧 好 下面我给大家发一个这个啊 OK 大家猜一猜这个是谁 当我问到这个嘉宾 我说 你最喜欢什么吧 有什么特别比较喜欢的东西 然后呢 他跟我讲 他说 啊 我其中一个爱好就是我的工作 他说我 我是 特别喜欢工作的人 特别努力工作的人 大家猜猜 会是谁啊 Holly 想 Gary Rachel 是 是in 愿意工作的啊 in Gary Charles 都有 三个应该都是 嗯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啊 这一位呢 是Gary 这位是Gary 因为我问他有什么爱好的时候 他当时就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然后说 我好像每天就是工作 特别喜欢我的工作 而且我特别喜欢跟客户打交道 服务客户 哎 我说真好 好 这是 这是Gary啊 下面呢 我让大家再互动一下啊 下面互动一下呢 就是这三位嘉宾 就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我问他们 意大利餐 牛排 和和牛 你们用一二三 来猜一下 san讲的是 in 是意大利餐 Charles 牛排 Gary 和牛 好 其他人呢 OK Rachel 意大利 Gary 牛排是in Charles 是第三 OK Gary 比较瘦 Harvey 你说Gary 是意大利餐 对吧 in 是 牛排 Charles 是和牛 那Rachel 跟Harvey 你们俩 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吧 王迪 也是这么说 哎 我发现你们 这个判断能力 还是很强嘛 答案是正确的 答案是正确的 因为我问他们 最喜欢的食物的时候 那个 对啊 Gary就说 意大利餐 他喜欢意大利餐 西餐 他说基本上西餐都喜欢 然后我说 最喜欢的呢 意大利餐 in呢 就马上跟我说 是steak 就是牛排 然后那个 Charles呢 他就说和牛 我说那是不是 日本餐类的 他说对 好 那不错 大家答的都不错 大家推理能力都好强啊 对对对 还真是啊 这个问题 大家猜一猜 我觉得不容易猜 为什么呢 这个里头 大家可能会 50%猜对啊 有可能的 过山车 大家猜一猜 念一下 他给我发的啊 喜欢冒险的项目 曾经连续三年 买过那个 买过三年 这种过山车的 这个主题公园的车票 OK 汪迪说Charles Harvey说 has to be in Rachel Charles 好 大家猜Charles的 比较错啊 一个啊 不止两个 反正我知道 肯定不会猜Gary 人家Gary 是特别努力 勤力上班工作的 好 Gary在工作 我们两个在玩 你们俩要在玩 但是我真没想到 你们两个爱玩的 尤其是你们那个 那个叫什么 其实我 我到了迪斯尼 到了游乐场 我是特别爱做这些 真的呀 哦 你也爱做呀 那我还真没想到 对 我就记得我们有一年 跟朋友去迪斯尼 然后就是我带着 朋友的家的两个小姑娘 每个都坐遍了 然后 其他的人都在那 给我们拎包和排队 那你还真行 哎呦 我先生打死都不会做的 真的 他是绝对打死的 他说你给我一百万 我也不会做 那个 所以我也就佩服佩服 你敢做 OK 你自己说吧 到底是谁 爆料一下吧 是我 是我 我真想不到 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 所以说 我就说呀 咱们这个 有的时候就说 从外表看人 你看你这个博士 想不到你这么喜欢 这些运动 你是从小就那个吗 就是很喜欢这个吗 对 我从小就是那种 属于蔫头蔫头的孩子 就看着挺乖的 但是这个总喜欢淘气 那你功课一直很好 还是说小的时候功课不好 然后后来因为聪明嘛 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功课不好 小学不怎么好 小学一般 就整天就太玩嘛 上了中学之后 直到学习了就还可以 所以还是聪明 要不然也读不了 太玩 好 那下面我们下一个图啊 这个呢 大家就比较难猜了 真的比较难猜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In 他是专门做翻修的 然后呢 Gary呢 他是做 他是建筑师 然后又是建商 又是地产经纪 那个Charles呢 他呢 是地产经纪 就说大家跟房地产都有关系 那我发的这张图呢 是他本人给我发的 就是他 有这个爱好 然后确实这个东西 在他家里也有 他要用得上的 大家猜一猜是谁 咱们从哪开始 Gary Charles Charles In 感觉是In Harvey说In San写的是Charles Sophie也是Charles 是吧 王迪写的Gary 基本上都有 你看哈 但是Charles和In的比较多 Holly 你为什么选Charles呢 你就猜的实际上 是不是啊 Holly 蒙的 蒙的 对 蒙的 好 有谁是特别确认 就是他 然后能讲出来 为什么你会这样猜吗 我排除那个Gary 他是建商家里 不需要应该有这些东西 这肯定不是个专业人员 而是一个业余爱好的人 OK 你觉得他是业余爱好 不是说真正建商 对啊 建商家里不需要摆这个吗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啊 嗯 好 那你就选的是谁啊 Charles嘛 Charles 好的 这个东西的本人说说话吧 我觉得大家都好像侦探一样 逻辑这个推理非常强 是 我跟你讲 你今天给我发这个 我都很surprise 我真的都是很surprise 啊 我说你有这东西在家里 因为我觉得我跟你接触 我觉得你文文静静的 怎么会有这东西在家 能够有这动手能力呢 然后你跟我说 其实你特别喜欢动手 在这边请务工好贵的 不错 什么都自己学一点 家里坏了东西 修东西 装修 慢慢自己都学会了 不错 嗯 这个我还是没看出来 猜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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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好 下面这个啊 这个图 大家猜一猜 这个图呢 当然一看 就是个自行车 对吧 这个自行车 我跟大家 练一下啊 他说今年开始喜欢上了骑那个公路自行车 嗯 目前最远的单程骑是大概35公里 然后呢 明年目标是大概单程骑90公里 大家猜一猜是谁啊 可能 这也不好猜我觉得 你们猜是谁啊 而且骑这么长时间 他今年单程骑就是有35公里骑了 我好长哦 我是Sophie 我还是猜Charles Rachel是猜Gary OK 我觉得骑自行车这东西好像对啊 有些不爱说话的 或什么也是喜欢会喜欢骑的 我猜Charles有两个理由 第一 这个叫 这个属于一种专业骑自行车的人的那种自行车 他首先应该是体力比较好 他就不应该太胖 嗯 对吧 所以说呢 Charles比较瘦 这个车的座位 这个车架子很高 他的身高不一定太矮 他如果太矮的话骑的会很难受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Charles 你还挺会分析 那个Harvey也是说Charles OK 侦探女士 OK 其他人呢 其他人觉得是谁啊 赶快猜大家 大家赶快猜 这个是谁 没有人发言啦 没有人发言啦 Wendy 张是说In In 这是Lee 说In 有一个人说Gary 对吧 继续猜 对 他们三个都挺瘦的 是 都不胖 没错 继续互动 OK Gary 好像是拍照高手 照片是他拍的 你觉得这是Gary拍的吗 为什么你觉得 Harvey 你打开一下麦克风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是Gary拍的照片呢 这个纯粹属于虾闷的 OK 因为有一天好像是 有一天好像Gary在那个加西网站比较活跃 我大概见过他 OK 那你觉得是他拍的照片 所以是他 对不对 你从这个角度看吧 OK San说In Gary帮In拍的 Gary在温哥华 In在西雅图 这个好像猜的就有点远了 不太 我觉得这个不是吧 如果在一个城市 有可能 但是他俩确实也还不认识 好 那现在就请这个本人来说说话吧 是我 这是一个新爱好 今年才开始的 还在这个 在努力提高的过程当中 今年刚开始的 对 今年刚开始喜欢 因为今年疫情嘛 然后小孩在家就没事 就说陪你们骑车吧 我就搞了辆车 骑了骑了 我这个引头来了 就经常吃 脑袭 前两天刚挑战了一下 大概是二十几迈吧 二十三四迈吧 骑了 就是一口气气完 就还感觉挺不错的 那你原来就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吗 我以前 对 以前挺喜欢运动的 就打打打篮球啊 什么跑步什么的 反正体育率的我都都愿意比划比划吧 三十多公里 因为这边都是那个 因为西雅图这边很多山嘛 就上坡 就很多很多坡路 上坡还挺累的 挺锻炼的 基本上也是咬着牙 咬着牙这个 咬着牙骑的 但是骑完了之后就很爽 感觉自己又创了一个新纪录 每次都比 是是是 我这个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你这个学习这么好 装修这个 这个这个这么多 然后现在又上课嘛 这么多的运动 你还 这个时间上 你这个真会安排这些时间 反正每天都都挺麻烦的 就觉得 也挺充实的吧 挺好的 对 挺好的 在最后这个照片 关于嘉宾的 大家猜一猜这个 对 大家猜一猜 这个是谁家的猫 好 Gary Gary Charles Charles is a cat person OK Rachel Charles 前面几个人 大家都猜的是Charles 是吧 对呀 Gary 后面都猜的是Gary 为什么你们猜Gary呢 我随便选一个人 Annie 你为什么猜是Gary呢 这个照片看上去 挺专业的 背后都虚化的挺厉害 刚才不是说Gary 会摄影吗 那你就是被Harvey影响到了 他说 因为我刚进来 我也不知道是钱 是怎么回事 对 OK 其他的人 选Gary 其他选Gary的人 我想听听你们的 为什么选Gary 好吗 我是Rachel 我选的Gary 我觉得如果Gary抱猫的话 会特别特别萌 就是那个 反差萌的感觉是最好的 OK 最有吸引效果 那个OK 大家猜这个Gary 是不是养猫的人脾气得好啊 我觉得 我这么想啊 我不知道啊 Gary反正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他 我分享一下哈 我选Gary 根据三点 你是哪位 我是San San San你啊 好 我想 我想Gary呢 根据三点 第一点呢 是因为他有摄影的爱好 第二点呢 是因为他是一个比较quite 比较 我觉得室内 比较安静的一个人 所以他 第三个人是出于你主持人 他应该是有一个 对嘉宾的一个balance 所以我选的是Gary 我就猜到你会说这个 我跟你讲 San 我刚才就在想 会不会有人说 哎呀 前面都是Charles和那个In 这回就该轮到Gary了 真的真的 我刚才就想 我所有人让你们发一下言 那个San 你捋捏得非常好 你这个逻辑思维是对的 但是咱们答案对不对 还不知道啊 我想应该是对的 你想对的 OK Harvey他已经给出答案来了 因为我相信他可能看了 今天的朋友圈 是吧 你闭口不说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我一看你这个 我就知道 我说那你就闭口不说了啊 好 那今天这个 给我这个照片的主人说话吧 对 这个是我前两天拍的 10号也是喜欢 喜欢拍拍照 对 所以是 这个我也是不知道的 对啊 他们家有三只毛 而且 他说他还喜欢狗 然后呢 这照片是他照的 然后我说你的爱好 他说其中一个爱好 就是摄影 所以大家你看 不光是Gary喜欢摄影 Charles也是很喜欢摄影的 但是我自己啊 如果我要不知道的话 我绝对不会猜出来是Charles 我肯定猜的是Gary 就是这个养这个猫 我肯定猜的是Gary 所以跟大家 跟大家的思路是一样的 确实是这样 嗯 他说Gary Rachel说Gary 考虑一下养猫吧 嗯 对对对 那个 Charles是 他是 你是买了一个新的相机 是吧 所以给大家拍这个 对 这个是一个新的镜头 是 是从我爸那儿 拿过来的 我爸也是一个摄影师 哦 是吗 他买这个镜头 我问了一下多少钱 就把我吓到了 我是不敢花这么多钱 买他这个镜头的 就是光一个镜头是吗 光一个镜头要一万多块 哇 我的天哪 真是 所以我一个朋友也是 他摄影那个俱乐部的嘛 他就说你还不知道 他那搞摄影的那些人 他又能拍出好的照片 那镜头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差距很大 差距很大 好好好 所以今天大家也都开了眼界了 我呢也是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这个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